花群是生于长江长在大汗 它还要假如是被误补了或者是误伤了 我们今天联系到科研人员对它进行一个救治 如果这样的一个考验呢 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当然我们也呼吁更多的这个 江边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部门 或者是这个传播 这条花群有这样一个软的担架 可以看到它这个健康状况 还是非常的良好 像一个水上滑梯呢 好的 现在这个门门已经慢慢地打开了 这个装饰能处起 大家轻心地可以走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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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看到中华群第一次拥抱长江石 这样的一个情形 通过一个二十多天的长湖滑舍 现在呢就是在长江啊 整个生态系统的退化 或者说恶化这个趋势非常严重 其实就是中华群和长江里边 其他的大型水生生物 共同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挑战和命运吧 就非常严峻的一个威胁 比如说长江里边像这个白鸡豚已经灭绝了 江豚的数量也非常宾威 中华群呢 而近两年也没有发生自然繁殖 说明我们长江的生态环境非常的不好 这是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好可笑 ��中华群 线 が 线 店 你说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